有一种孤独是其他人都错了 只有自己对了 有时候看见初中高中大学的同学们 结婚的结婚生子的生子 离婚的离婚再婚的再婚 人生画出一个又一个看似漂亮 又不怎么漂亮的曲线 我心里爷爷也会着急 看不清彼此的赛道 只知道跑过身边的人多了 多少也会刮起一阵不小的风 风迎面而来 让人梦醒般清醒 你看,她的儿子都会叫爸爸了 你看,她都已经生了两个小孩了 长辈与其羡慕之余 颇有责备之意 仿如我有生理缺陷而生不出小孩 或者我生的小孩根本学不会叫爸爸似的 刚开始我找不到理由泛波 是啊,每个人都按照社会的要求 结婚,生子,繁衍后代 为什么我要是个特例呢? 后来,经过了一些事 读了一些书 认识了一些人 感受了一些陌生的环境之后 我意识到自己的渺小 一双眼 再使劲地睁大 也看不够这个世界 而看不够这个世界的感慨 让我又时常怀疑自己 我真的懂自己要什么吗? 在这样的疑问中 我总是日复一日 尽可能地了解自己 后来,再遇见那些曾让我心慌意乱 差点迷失人生旅途的人 我也会想 他们还为让自己的人生充分发挥能量 就繁衍了下一代 下一代 为充分了解这个世界 也许又要教育下一代 子子孙孙 无穷惊艳 这样的人生不是自己的 也没有他人为你负责 没有轨道 漂浮 也没有方向 硬要做一个比喻的话 真是太空垃圾一般的人生啊 我知道 我只是在安慰自己 但 确实有效 我和响哥对三十而立持有同样的观点 认为在当下 而立之年 大可再延十年 四十岁知道自己在哪里 要干嘛 什么样的人值得交往 也不算晚 所以一切都来得及 不用那么着急往前干 越是着急 越是什么都做不好 从高中到大学 从高中到大学到参加工作 几乎每一年我都会蒙发一次要从头学习英语的念头 我告诉自己 我告诉自己一个月要学会绘画 三个月就要能独立去国外旅行 在这个过程中遭遇挫折 觉得自己不行 次次都放弃 放弃是一件容易的事 心一动 力一泄 顿时就轻松了 但放弃最坏的结果 便是重燃斗智的可能性为零 一件事可以暂时不做 但不要彻底放弃 那很容易导致从内心否定自己 正由于我在学英语这件事上总是半途而非 导致我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了怀疑 所以我决于要找一个真正能坚持下去的事情 以证明自己并不是一个会随便放弃的人 32岁的时候 我决定选择坚持运动健身 为了不在运动这件事情上摔倒 我开始思考如何克服放弃这个恶习 跑步机需要跑20分钟 到第12分钟的时候完全坚持不下去 我就在心里默默地念叨 如果坚持不到20分钟 我负责的节目就会被公司停掉 为了不让自己的节目被停掉 我就努力使劲崩溃喘大气 死也不放弃地朝20分钟的光亮处奔跑 越过最后一秒时 我长舒了一口气 告诉自己 你救了中国娱乐报道 你救了那群特别拼命工作的小伙伴 你真是人民的英雄啊 你太有毅力了 必须给你点个赞 如果旁边有人留意到我微笑时谦逊的表情 一定觉得我傻爆了 后来就发展到 举高零举不到20下我就默念 举不到20下下一本书销量就会很差 然后就会举25下 最后代表出版社感谢自己创造的销量奇迹 做俯博称一次做不到50下我就默念 做不到50下今年的感情注定不顺遂 然后一口气做55下 遥望远方赞美自己的感情也太一马平川了 我总是在设定目标去挑战自己最不能接受的结局 然后死扛 一个星期 一个月 一年 渐渐的我从每年都浪费一张健身卡 到现在一周不去三四健身房 就不自在 同事问为什么你能坚持下来呢 我觉得也没有别的方法 就是前几次你特别认真的练习 然后就能看到自己身体的变化 付出有了回报 自然就有了信心 信心若是持续 必定会得到他人的肯定 他人的肯定最终会成为惊喜 只不过太多人看到好处才付出 他们不知道大部分事情都是付出了 才会看到好处 有人说有结果的付出叫付出 没结果的付出叫代价 其实人在年轻的时候无论有没有结果 都要去付出 除此之外 好像也没有什么别的选择 因为知道了不要盲目 只追究结果 所以变得开始不着急 把所有的着眼点都放在了每一次的当下 只有对自己的每一次行动负责 才会收获一个美好的结果 堂弟今年大三 老师把全班同学分成了八个小组 年度成绩按小组作业来进行评定 堂弟常常跟我抱怨 他的小组成员非常不认真 非常怕麻烦 只想把作业完成就好 根本不去思考如何做得更好 一开始我只是觉得他在抱怨 于是附和几句 全当安慰 后来发现他身陷其中五把自拔 于是我就问他 你们班有人能和你一起讨论作业吗 特有想法的那种 他说 我不知道 好像有一个 我便说 你都已经大三了 还没有在班上找到一个志同道合的同学 老师分组的时候你也就是随波逐流 没有争取自己要和谁结成小组 你和一群不认识的小组同学结伴 不是那些同学的问题 而是你的问题 是你让自己落到今天这个局面的 堂弟本想再争论几句 可他想了想 好像确实是这么回事 不要抱怨自己的环境有多差 如果你准备充分 且有预判的话 就不会被置于这样的环境中 因为不在意过去的每一次机会 所以才会对自己未来要走的路 没有任何规划 最后走到的死胡同 不能怪胡同结构太差 只能怪自己来的时候 没有拿着地图选择好哪条 才是正确的路 记得小时候 在操场上玩 突然天降大雨 所有人都发了疯似的朝教室里跑 最后 阿卫在后面说了一句 跑也没用 反正前面也全是雨 然后我就停了下来 和他一起坐回了教室 后来遇见一些事 我知道躲也没用 跑也没用 心情不好没用 抱怨也没有用 不如干脆按下心来 慢慢地走在雨中 看每一滴雨掉下来的样子 打在身上的样子 见到泥土的样子 闻闻真正雨的味道 现在也是 每当很焦虑时 我就会回想起阿卫说 跑也没用 反正前面也全是雨 于是释然 微笑 做好当下每一件事 自然就会雨过天晴